第四十二节,媒体的狂轰乱炸,媒体的狂轰乱炸。 戴维·科曼斯基认为,对手们总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尽管他们挽救的不仅仅只有约翰·麦利威瑟和他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而且也挽救了他们自己。 确实地说,这些银行家选择了宁愿承担损失三亿美元的风险, 也不去面对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的种种不确定性。 这一事实同时也表明了银行家们已经失去一搏高下的欲望了。 当晚七时以后,银行家们向众多记者散发了一份新闻稿。 这种新闻稿可以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整个事态的后续发展产生影响, 因为该新闻稿向外界宣示整个事情已经全部了结了。 但事实上,这一极其复杂的交易远没有尘埃落定。 该份新闻稿浓墨充彩地对联邦储备系统此次救助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做了重点的描述。 第二天出版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 联储此次将大了就不能倒的说法应用在了一家风险极高的投机对冲基金身上。 师代周看,则在封面文章中刻意隐瞒了根本就没有公共资金卷入这一救助行动的事实, 从而将联储推上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 文章暗示说,联储漠不出声地像一家私营的, 而且根本就不受联储监管的对冲基金伸出援手的做法是很不严肃的一件事。 一名前财政部官员也在某公开场合非常尖锐地提出, 如果乔治·索罗斯碰到了麻烦,那又怎么办? 华尔街日报则在社论中指出,此次救助行动实际上是联储十多年来一直奉行的 保护私营投资者免受其所犯错误影响的一贯政策。 这种政策,就其结果而言,就是在鼓励私人投资者今后犯更大的错误。 就在救助行动开始以后的第二天,马上就有消息指出, 政府已经启动了一项不仅仅针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更把目标对准了所有对冲基金的调查。 就像是为了证明对冲基金能够造成的危害到底可以多大一样, 瑞士联合银行非常低调地宣布, 该行已经注销了它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全部投资。 瑞士联合银行,那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西斯·加比亚·拉维塔 一度把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战略伙伴关系视为瑞士联合银行振兴的希望所在。 但最后,这种合作却以瑞士联合银行损失期亿美元而告终结。 评论家们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些目空一切的富豪交易员, 神秘兮兮的数学家, 以及备受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轰然倒地, 普遍都感到有些幸灾乐祸。 金融时报写道, 如果戴维·马林斯真那么喜欢解决危机的话, 他现在一定感到很开心。 而一般人的反应基本上都认为, 这一事态实在是太恐怖了, 居然要劳驾联储出面, 才能挽救约翰·麦利威瑟这些说谎者的扑克牌式的英雄。 对约翰·麦利威瑟来说, 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恐惧了。 至少在他自己的心中, 从保罗·莫泽尔丑闻以后,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无不都把他自己的生育和职业生涯放在第一位, 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垮掉了。 为人行事一向低调内向的约翰·麦利威瑟, 现在一下子成为了一个千夫所指的, 高傲、贪婪而又优柔寡断的华尔街。 投机商, 他和他那些忠心耿耿的套利交易员Yip Chi 谱写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崩盘事件, 谱写了这一差点对整个金融系统 产生重大危害的历史性事件。 一时间, 大批摄影记者云集·格林威智, 平常非常宁静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办公室 被载有电视转播设备的直升飞机的轰鸣声 吵得鸡犬不宁。 稍可安慰的是, 外界并没有认为约翰·麦利威瑟本人 在道德操守和城市方面存在什么问题, 不然的话, 这个九月末一定会成为他一生的噩梦。 面对这令人不安的情景, 他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冷静, 尽管有人说, 那只是为了掩饰他内心的不安。 在此期间, 约翰·麦利威瑟只是通过他的新闻发言人 向外界发表了只有一句话的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 他只是淡淡地对银团所接予长, 其资本管理公司的资金支持表示了感谢。 事实上, 银团交易员还没有到达板上钉钉的地步, 因为他们还有一大堆棘手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与约翰·麦利威瑟和他那帮交易员有关。 银团如何掌握对他们的控制? 第二个问题则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风雨飘摇的融资情况有关。 当初银团同意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注入资金的一个条件就是,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有的债权人都同意放弃他们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要求。 否则的话, 即使注入再多的资金, 只要一个地方出现违约, 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 从而拖垮整个基金。 一想起这种可能性, 银团的各位银行家就感到不寒而栗。 此外, 参与银团行动的每一家银行都还需要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仔细的评估, 充分掌握该基金的全面情况, 以便说服其各自的董事会批准实施这一计划。 完成这些程序以后, 他们还需要签署一份正式的合同。 而按照原来确定的计划, 所有这些手续都必须在9月28, 日星期一之前全部办理完成, 而现在离预定的日子只有5天时间了。 在一般情况下, 办理完这些手续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而此时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依然命悬一线, 这简直是一场疯狂的追逐赛。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外部法律顾问辛普森、 撒切尔·巴特莱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汤姆贝尔说道, 简直就像是在赛跑, 到底是全部手续先完成呢? 还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资金先用光? 美临证券外部法律顾问斯卡登·阿尔普斯·斯拉特·弗洛姆律师事务所, 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银团的法律顾问。 而美临证券则向高盛公司的外部法律顾问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发出邀请, 请他们成为银团的共同法律顾问。 但高盛公司并不希望他的律师为其他人提供服务, 却坚持要让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约翰·米德 全程参与全部的相关谈判。 这种安排导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在斯卡登·阿尔普斯·斯拉特·弗洛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格里·格里·米尔·莫尔为整个银团运筹帷幄的时候, 约翰·米德则在为高盛一家公司全力争取利益。 头发略带灰白, 现年46岁的约翰·米德长着一张柔和的圆脸, 有着一副肉骨骨的双下巴, 给人一种绝不轻易妥协的感觉。 从谈判一开始起, 约翰·米德就摆出了一副态度非常强硬的架势, 他不断提醒格里·格里·米尔·莫尔, 一定要在合同中表明, 尽一切可能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进行严格的限制, 以保证整个银团的利益。 对于银团来说, 约翰·米德的这一提醒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在正在进行的谈判中,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 一直都处心积虑地想把他们在市场上输掉的东西, 从谈判桌上多赢一些回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约翰·麦里威瑟和他的那帮搭档们, 竟然早已准备好了新发起一个对冲基金的计划, 而这确实也是合伙人能够东山再起的唯一机会了。 荒唐的是, 在他们的眼里, 基金这次的崩溃, 就好像是他们做坏的一单交易一样, 是可以随时随地抛住脑后的。 就在这时, 一场暴风雨, 正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交易大厅中酝酿。 同样也在这场危机中, 血本无归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员工们内心的怒火, 很快就在公司里爆发了。 公司现在出现了崩盘, 他们需要公司对他们做出解释, 但合伙人仍然不愿对未来进行讨论, 并显示出一副根本于事无补的样子。 一名即将结婚, 却在这场危机中全额亏损的年轻交易员马特扎麦斯, 冲到一位合伙人的办公室中, 大声咆哮道, 为什么不给我答复? 另外一名员工从报纸上得知, 合伙人多多少少都得到了一些补偿以后, 感到极度愤怒, 火冒三丈地朝着坐在角落里的戴维莫迪斯特吼道, 你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了吗?